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只有保持很安静 大家都能够听得到老师所读的发音的时候 你才能够读得正确 就算你以后要再复习的话 你也要这一线 你才有办法好好的作答 那么老师非常感动 很多小朋友都很认真的教了功课 那老师在脸书上有一些作业 我看了都心情非常的好 有小朋友画我的样子 下一次老师就会用这个小朋友的图 来变成我们下下次的作业 那有的小朋友把老师说的故事 变成了他帮我画插图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小朋友当你写完作业的时候 无论你用什么样方式写 我看有的小朋友 你直接写在自己的小黑板 或者是你有一个电子白板 看起来都可以 但是可以请爸爸妈妈 请你拍照传给我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四生小帮手 是燕玲和世珍 这两位小朋友如果今天不在的话 那老师就会 就会有一点 对 我有一点想他了 因为今天的四生小帮手的任务很难 今天的四生小帮手任务很难 我留了一个特别难的功课 如果他不会 我们再请别的人来说好了 好 那等我一下 好 小朋友等我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课程 那今天我们要上到第五课 对 这是今天下课前要发表的 因为这一次写作业的小朋友 比前两 前几次都多了很多 所以 如果你的名字在上面的话 你的名字如果在上面的话呢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课堂的最后 告诉我们 你想到哪些时候 可以表现有礼貌的样子 这是我们昨天所读的那一本书 好 最多最多以后 以后最多最多就是12个人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希望没有教过功课的 你可以多教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人呢 我一天到晚都看到他的作业 而且每一篇都非常的好 如果你发表超过两次 那你很有可能 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你就会是那个得奖的小朋友 好 来 这一张 我看到已经有小朋友 自己自动闭上眼睛了 非常好 上课前都要做这件事情 太沉 你太棒了 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次 告诉自己 我会认真上课 这一节会非常的有收获 好了 那我们就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第五课 猴子 猴子撑杆跳 撑过一座山 这个猴子的故事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这只小猴子 没事要去撑杆跳呢 想不想听故事啊 想听的小朋友 你在镜头前点点头 我就开始说了 好的 好咯 我开始讲咯 你要注意听哦 等到讲完之后 你要回答的问题是 坏掉的气球 阿喜变成了什么玩具 哎呀 连阿喜是谁 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所以要听完故事 你才知道 第二个是 坏掉的荷叶 阿喜可以怎么利用 好 开始听故事了 小猴子阿喜 小猴子阿喜本来就喜欢运动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他的运动器材 拿到手上他就可以开始动啊动的 有一天小熊拿了一个没有气的气球 阿喜 阿喜看了说 小熊小熊 你要做什么啊 小熊说 这个气球坏掉了 我要拿去丢掉 阿喜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留着吧 煤气的气球能做什么呢 阿喜想了想 他把气球拿在手上 轻轻的往上拖 一下 两下 三下 哎呀 气球每次快要掉下来的时候 阿喜就正好把它再往上轻轻的一推 只要气球掉下来 阿喜还没有碰到的时候 周围的人 周围的动物们都好紧张哦 这个煤气的气球 让阿喜玩了很久 让周围的好朋友也跟着玩 小青蛙 有一天呢 小青蛙的荷叶伞 盖子破掉了 正要拿去丢 阿喜看了 赶紧说 别丢别丢 送我好吗 小青蛙吓一跳 他说 这个都坏掉了 不要了吧 坏掉的东西就应该丢掉 阿喜说 不要啦 不要啦 送给我吧 小青蛙说 阿喜 难道你要吃这个荷叶吗 哦 阿喜说 不不不 我来想一想 可以怎么玩 坏掉的荷叶扁扁的 宽宽的 阿喜拿在手上 看了又看 想了又想 后来 他心里想 这个荷叶 好像一个飞盘啊 他用力的 一丢 咻 飞盘飞过去 飞得好远 好远 那么 那么 在阿喜的另外一边 有另外一只小猴子 他拿到了那个荷叶 破掉的荷叶伞 他丢了回来 阿喜跟好朋友 就一起玩飞盘 那 竹竿是怎么一回事呢 熊猫妈妈 拿到一根 生日礼物 是一根 长满绿叶的竹子 你们知道 熊猫是最喜欢吃竹叶了 熊猫妈妈 吃完了上面新鲜的竹叶 心满意足 开心极了 他就要把竹竿丢了 阿喜看了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帮你丢 阿喜说别丢 别丢 他说别丢 别丢 猫熊猫 熊猫妈妈说 阿喜 这竹叶我都吃掉了 你要吃竹竿吗 你的牙齿会掉了 它很硬的 阿喜说 这竹竿看起来这么硬 这么好 看起来好像有用的样子 丢掉很可惜呢 我来想一想 能够变成什么玩具 阿喜把那一根长长的竹竿拿在眼前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他突然间想到一个有趣的运动 他拿起竹竿 用力一撑 天啊 阿喜居然用这个竹竿 自己学会了撑竿跳了 从那一天开始 阿喜随身都带着这根竹竿 当他不想走路的时候 他就把竹竿一撑 他就撑了好远好远 有时候呢 他在爬山的时候 他不是像以前用爬的 用吊在树上晃来晃去的 他就用竹竿撑 撑了一次 两次三次 所以啊 他连爬山都用撑竿跳的方式呢 所以假如哪一天 你到山上去 那座山上有很多的猴子 然后你看到有一只猴子 拿着一根竹竿在撑竿跳 来请问那只猴子的名字 会叫什么 我叫一个小朋友回答哟 之如 阿喜 举手 对了 那只猴子就会叫阿喜 好 然后接下来我问第二个问题了 坏掉的气球 阿喜把它变成了什么 丙红 请说 还记得吗 阿喜拿来怎么用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记得 拿起来记哦 记得了 他拿来记 拿起来记哦 没错没错 好的 那我现在问若兰 第二个问题 坏掉的荷叶 阿喜可以怎么利用呢 他把他 挪叶把它 就撑 把它变成飞盘 一直丢来丢去 有另外一只猴子 跟他一直丢来丢去玩 哇 你都听得好清楚啊 来 有第三个问题 我没有写在上面 可是我想问小朋友 阿喜撑竿跳的那根竹子 到底谁送他的 我请伟胜 小猫妈妈 伟胜 伟胜 你在哪里 送妈妈 伟胜 你有在吗 讲话 来 有 你叫什么名字呀 讲话 黄伟胜 你叫黄伟胜 好 那老师问你哦 阿喜撑竿跳的那根竹子 那个竹竿是谁送他的呀 你要不要老师让你选啊 第一个是 灰熊妈妈 第二个是 熊猫妈妈 是谁呢 熊猫妈妈 好的 好 谢谢小朋友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课文 好 在念课文的时候 小朋友 请你关掉麦克风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很清楚地听到 老师在念什么 好咯 关好咯 第三次咯 我们练习三次之后 老师会请三个小朋友 来读读看 五 猴子 猴子 撑干跳 撑过一座山 好 那么多人举手啊 好的 来 我来点小朋友 来 东泽 林东泽 林东泽小朋友 请你念看看 林东泽小朋友 你要念吗 猴子 猴子 撑干跳 跳 撑过一座山 好 非常的好 来下一个 请 佩妮 猴子 你念得很棒哦 佩妮 老师在等你 慢慢读 慢慢读 撑干 跳 猴子 撑干 猴子 撑干跳 撑过 撑过一座山 好 佩妮 你念得很棒哦 好的 来 接下来 我请 陈辉 周陈辉 陈辉 小朋友 你在吗 好 陈辉 孩子 小西 我只叫陈辉 我叫 周六 对 你可能是用爸爸的账号 对不对 那你要告诉我们 我是谁 我来读课文 好 来 你再一次吧 我 孩子 孩子 生 三 三 三 做 一 做 山 哇 还有好多人 三十几个人 来我们再点两个好了 我点一个 陈 娃 儿 那是哪一位呢 这个小朋友 好了 那我们只好换人了 来 可以吗 可以 撑到一座山 来 撑过一座山 再对了 撑过一座山 非常好 你念得很标准 来 最后一个了 王耀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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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蓬很棒哦 来 王耀蓬 耀蓬小朋友 你在吗 他可能麦克风不在了 来 我们请 叶颖蓬 叶蓬 叶蓬 小朋友 你可以念吗 我 好 子 好 子 撑干 跳 撑过 一座山 你念得非常好 好的 我们看一下 下面我们要怎么练习 非常的有帮助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这是什么 一座山 跟着老师读 麦克风关掉 跟着读 一座山 撑 撑干 跳 撑干 跳 好 我们再一次 一座山 撑干 跳 这是这一刻的语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撑干 跳 来 这个就是撑干 跳 一个杆子立起来 一跳 可以跳得很高 也可以跳得 也可以 可以落下来的时候呢 就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这是撑干 跳 来 接下来呢 一座山 一座山 来 现在老师要问小朋友哦 除了一座山 你还想到一座什么 比如说 真的好 小宇童 请说 还有一座什么 好 来 请说 一座桥 可能你们 一座山 除了一座山 还有一座什么 一座桥 一座海 车过一座海 不能一座海 一座桥 可以 来 老师 老师 我能讲 我昨天的都写了 一座山 一座山 一座海 一座海 暂时不能 暂时不能跟我聊天 好的 一座山 一座桥 一座灯塔 只要你看到有东西是这样高起来的 那么我们通常可以叫做一座什么东西 一座白云 不可以 一座白云 一座桥 一座 你可以说 一座 一座 一个小 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说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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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堂 可以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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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塔 一座 一座 好想的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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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把麦克风关掉 可以 一座白云 一座白云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能够一座白云 要有高高的 捐起来的那个东西 那种 那种东西才可以叫做一座 一座铁塔 一座山 一座高楼大厦 一座桥 这些呢 这些都可以说是一座 好来 我们 我们再接下去 好来 窝 窝 一座山 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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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 湿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哦 一定要跟着老师读哈 一座山 自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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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恩,吃,吃,吃,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符号,这个字念我,等一下呢,它出来什么,小朋友就读什么,好不好,来,让我看看你的嘴巴, 吃,吃,我只要看嘴巴去写,你把嘴巴看着镜头,老师就知道了,老师就看得懂了,可是我想问你一下,好吧,来,那个非常想问我一下的小朋友是谁,来,我让你问,只能一下,吃,吃,好,小朋友,你们是不是都很多问题想问老师,我等一下开放五个小朋友,让你直接, 让你问我问题,现在暂时不要问,来,跟着读,没有按照顺序出来,所以你看到什么就要读什么,好,来,让我看你的嘴巴,吃,好,第二个,吃,第二个出来了,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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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注意到老师的嘴巴,我刚开始是,恩,恩,恩,我嘴巴是要动的哦,你不能恩,恩恩,恩,你嘴巴特别动不行了,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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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s,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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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安的时候 嘴巴 安的时候 你结束 你结束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嘴巴 你的舌头会 好像被牙齿咬到一样 安 安 好 来下一个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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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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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第二次咯 来先念这个合起来的结合运 窝 窝 你要窝的窝 好来这个是 吃 吃 这个是 嗯 老师的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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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哦 哦 安 安 安 好 希望你们都能够记得他怎么念 不记得也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机会不断的看到这些符号 你都可以重新再学 好了 学符号了 要准备好你的纸 你的笔写好之后不要跟我说老师我好了你就把你的那张纸呢放在镜头前面老师就看到了好不好 好喽 来第一个 吃 一 二 三 吃 我们都写三次啊 吃 一 二 三 吃 第三次 吃 一 二 三 吃 我已经看到好多小朋友在写了 像姿如你的写字姿势啊这是一级棒的 我喜欢的 哦非常的好 然后注意啊这个吃的中间这条线要在填字格的中间 你只要把这条线这一笔画写到正确的位置 你的吃就站得很稳了他就不会呃就不会扭到腰了好接下来师师有量有三笔画一二三 诗 诗 诗 二 三 再一次哦 诗 一 二 三 好 来这两个写好的小朋友把你的东西放在镜头让我看哦好漂亮心爱你自己画甜字格非常好哦哦 哦 紫题哦紫题用的那个随便的纸都可以拿来写没错很好然后还看到哦很棒来我们要往下看咯 我有数据回事 安 好哦范馨已经有正式的本子了哦安安有两笔画一二 一二 一二 安 一二 再一次安 一二 安 好下一个 嗯 嗯 一 他这一笔要平平的不要往上翘 你不要往下翘往下翘就变成七了我们学过的七七夕的七你往下翘他的脚伸下去就写错了好 嗯 一 嗯 一 好的 这两个给我看哎呀好棒哦好多小朋友我都看到了很好 哎非常好嘞很认真哦好的好来不及的小朋友呢你之后回看的时候你可以在自己练习好我们第三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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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跟昨天学的呃有一点点像但是他不出头他真的就像一个钩子一样好像那个虎克船长的勾勾手哦一二 哦 哦 一 二 哦 一 二 二 好 跟哦在一起学的是我 哦 哦 小朋友当我们遇到这两个合起来的符号的时候你就记得周老师说过的你不要害怕你就把上面跟下面拼一下就好了我忘记这怎么读了我就拼一下 屋哦 屋哦 虎 Republican 呱我记住这个温的音如果它跟哥聼在一块就变成哥匯 所以我去拿课文一下 货 可以的 齐 好 小朋友请把这一页的给我看 哦和我来 你至少写两个哟 哎好棒哦 来来我都看到了 来我们现在这符号数据歌 符号数据歌当我们读完之后 我会请三个小朋友 请五个好了 因为每次都四五十个人举手 我会请五个小朋友来读 所以你要非常认真的读哟 吃吃吃吃吃吃饭吃 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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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 安安安安安全安 好了已经有三十八个小朋友在举手了 来第一个我请 哦我看一下找谁呢 陈伯源 伯源没有举手 我们换一个人好了 来沈鱼刃 好伯源 伯源 好伯源你可以读吗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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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看我看你 老师等你的 伯源我等你 好伯源下一个伯源你在吗 好来伯源 吃吃吃吃�� 老师 老师不要了 他 他害羞 伯源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的伯源 那我们下一次在你不用紧张 obwohl 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我们今天说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跟没关系有关的 所以博源你听了之后 下次如果你愿意再读的话 老师就会点你 好的 来没有关系的 妈妈也不用在乎你 来刚刚的于刃可以读吗 可以 好于刃麻烦你了 吃 吃 吃 安 安 来 于刃那你跟老师一起读好了 吃吃吃吃 吃饭吃 吃吃吃吃饭吃 很好吃 吃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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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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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安 安全安 安全安 好的 来还不错哟 来下一个 林 益少 安安安 益少 益少有没有在呀 吃吃饭吃吃饭吃吃饭吃 笋饭吃 小羽蔺 说 非常好 安全安 来少 益少 你不用紧张 老师从镜头面前呢 我发现你坐姿非常的端正 然后你读得也很不错 下次要更勇敢一点 来 下一位我找 我找第三个 我请 这个叫做 陈寅珍是哪位呢 银色的银金珍 好 是哪位 陈银珍 有在吗 是我 好 那你读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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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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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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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安 哦 那个 你名字就叫银珍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廖洛雅 是用妈妈的 好的 洛雅 你 你后面两个念得特别好 前面有一点点小紧张 后面就非常好 然后 我看你的样子 你后面的书本都摆好了 我觉得你已经准备要 准备要上学了 来 我们最后一个 这个名字好长哦 我叫烟儿生活日常 这个 这个小朋友 有在吗 你要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铃鱼 好来 吃 吃吃吃饭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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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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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安 好的 来来来 你叫林雨 烟是吗 好 雨烟 三口 鱼 呃 鱼烟 好吧 来 来 雨烟 你是不是正好换牙了呢 小朋友 像雨烟呢 换牙 可能有一些音念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呢 他很认真的念 所以你只要耳朵听得很清楚 你就算念出来 因为我们有时候牙齿会缺掉啊 小朋友都在换牙 念得不太 念出来不太像 可是你耳朵听得到 能够分辨 那这样就很好了 所以 雨烟等你的牙齿 那个 那个 你的牙齿 门牙长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念得更好 你现在已经非常棒了 好 我们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好 我请李婉珍 你要说我叫什么 李婉嫣 好的 来 恒嫣请念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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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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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安全 安 好的 小朋友都很认真 好 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好的 那我们看下一页是什么呢 下一页 就是另外几个符号了 来 车 嗯 啊 躯 迷风 安 谷 安 夫婆 安 超 虾 瘥 老虾 湾 不 喂 黄太 老 dir 咱 小朋友读了 所以这里头后面两个有一点点难读 所以小朋友要非常认真的听 好我请丙红 你来帮我们念吧 非常好 下一个我请赖银熙小朋友 银熙在吗 好的那请你念好不好呢 安安安 好的 很好 好的 好 好 我嘴巴是稍微张大一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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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鲸鱼 好 好 等一下 小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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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有小鲸鱼 好 好 来小朋友 有68个小朋友举手 你说老师怎么选 你说老师怎么选 好的 我们现在要看下一个了 好 这个 这个呢 爸爸妈妈可以帮小朋友拍下 哦不对 或者你们看回放的时候呢 把这个特别的去多读几次 那么这一刻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容易弄混的音 请小朋友注意听哦 现在一定要把麦克风关掉了 要专心听老师的读 怎么读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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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音呢 念安的时候 嘴巴是打得比较开的 安 念安的时候 嘴巴是最后会稍微扁起来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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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老师编了一个短短的耳歌 让你们来读 等一下再读那个 好 来 安 斑马 安 帮忙 你看 不安 搬 不安 帮好 搬马 帮忙 盘子 螃蟹 翻车鱼 房子 先把麦克风关掉 孩子们 先把麦克风关掉 蓝天 野狼 好 再一次哦 安 搬 搬 搬马 盘子 安 搬车鱼 蓝天 鸥 帮忙 螃蟹 房子 野狼 好的 那 看下一个好了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童师 那里头呢 有安和安 好 这个是可以演戏的哦 小搬 小搬马 请帮忙 帮什么忙 帮忙搬东西 搬到哪里去 帮忙搬到我家去 好了 我们再念一次 那个很想下课的小朋友老师偷偷告诉你 因为这个课呢 我们YouTube还会在放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直接离开 没关系 但是呢 你你如果 老师等一下那个故事会很好听哦 如果你太早走的话 你就今天就听不到那个故事了 好了 我们再读一次哦 待会我要请五个小朋友来读这一段童谣 小搬马 请帮忙 帮什么忙 帮忙搬东西 搬到哪里去 帮忙搬到我家去 好 来 我找人来读了 老师 我是梓杰 我 等一下 你现在不可以去发出声音了 要我点了才可以了 来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 波尼林 是谁 他不见了 好 那我们找一个 老师我们来了 是我 雨晨 好 雨晨念吧 小搬马 小搬马 请帮忙 帮什么忙 帮忙搬东西 搬到哪里去 搬 帮忙 搬到我家去 哇 太棒了 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 Irene 是吗 这个小朋友在不在 好 这个英文呢 可能我们就听不清楚 找不到了 好吧 我们请 好 Len 中恩 好 中恩是吗 好 来读吧 小搬 请帮忙 帮什么忙 帮忙搬东西 你搬到哪里去 你帮忙 你搬到我家去 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们要往下读咯 那很关心什么时候 下课的小朋友 告诉各位 大概在半小时 很快的 好 我们呢 今天 我们就挑那两 错过了 你表现太差了 对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小朋友表现都很棒 爸爸妈妈 好啦 游戏卡时间 好的 好的 来 好 来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游戏卡呢 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 我们要拼读 六组音 好 你看 组音符号一共37个 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个 这是我们从第一课 学到第五课 所学的字 所以 现在 我要的第一个音是抽 抽 来 小朋友 你要找什么 抽怎么拼 把两张符号找出来 像我这样 吃 哦 抽 你可以把符号找到之后 放在镜头前面 让我看看 哎 非常好 很好 很好 我第二个是 书包的书 书书 你要找出来吗 赶快把符号卡找一找 书包的书 好了 我要公布答案了 我还 我还没有看到小朋友露出来给我看 有一个叫做 家王 哎 非常好 诗 乌 书 好 第三个 羹 黄牛羹田的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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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学的那个羹 羹 好 我要动了 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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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对呀 很好 来 我们再试一次 下一个呢 下一个 我要翻车鱼的翻 翻 怎么找呢 是非安 对 是非安 可是你要找到非和安 好 文汇很棒哦 燕家也对 哇燕家直接用写的 还不错不错 没有没有东西的 你就用写吧 好来 哎呀我这个跑掉了 等我一下 来我下一个要找的是 抛锈球的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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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最后一个呢 要找的是 踢足球的 踢 抛一踢 你要找到 不能直接告诉我 嗯 好的 愿家 愿家 愿家都是用写的 也行啦 找到了没 好 我要公布答案咯 特 一 踢 很好 好了 以后我们每一次 都会至少练习六个 小朋友呢 可以把符号排在桌上 按照 就是你可以按照顺序排动 要好找 好啦 学拼音 就要把麦克风关掉 然后专心听老师读 并且跟着老师读 好不好 好 一样 先读旁边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再读一次 吃恩 撕恩 撕 暗 惨 撕 暗 唱 撕 恩 声 撕 暗 闪 撕 暗 上 好 好 我们念左边这一区的 好 赔 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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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过 过 喝 喝 我 火 喝 我 或 我 自 自我 做 自我 做 好的 我们再念一次 小朋友 你有注意到 老师念三声的时候 特别是三声的拼读 请小朋友一定要学老师 这样子不要读得太长 你不要念成歌我果 那你就会念得很像接近二声了 你要跟老师一样 念得一样又短又清楚 歌我果 这样子才能够拼得很正确 试试看 歌我果 歌我过 喝我火 喝我火 知我做 知我做 好的 我们每次拼音都会练两次 所以我们再一次吧 吃恩 称 吃安 产 吃安 唱 吃恩 生 吃安 闪 吃安 上 吃安 歌我果 歌我过 歌我过 喝我火 喝我 火 知我 喝我 知我做 好的 辛苦小朋友了 来 接下来呢 是很多人都容易弄混的 在拼读的时候 很多人会念得太多了 所以等一下听老师怎么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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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噗噗我 噗噗我 噗噗花 噗噗活 噗噗活 摸噗摸 摸噗磨 摸噗磨 噗呢只有這個 噗只有這個讀音 请说 暂时不要说好不好 真的有很多问题 你写在那个留言板给我 写在那个 教作业的平台提问好了 我们再一次 好 我们先念上面的好了 刚刚那个 好 我们念的 好 来那我们就往下了 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一直举手呢 好 我问一下小朋友是有什么问题吗 来 我请 红纸签 你说说看 你有什么问题呢 纸签 好的 那我们往下咯 纸签有问题吗 好的 没有 好的 那我们就先把手放下 我们呢快要 我们要 要准备要听故事 而且还有很多 小朋友要发表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 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的符号 这一些字都是我们学过的符号可以拼出来的 也都是好玩的 也都是好玩的游戏 老师现在陪你们读 你们看看能不能拼得出来 特要 好 这些都是我们学过的符号来拼出来的 你看你已经可以表达很多好玩的东西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四声练习 来 一起读吧 生 生 神 神 神 来 我要找小朋友来说说看 有什么东西是生 相情 生什么 有哪一个词语是生 声音好 非常好 好来第二个绳我要请我要请孙法兰小朋友 有什么东西是绳 孙法兰是你对啊你讲 法兰你一定不叫法兰绳子是吗 来下一个不用叫我不用叫我 有一个叫Kili 真是吗 Kili真还是Kili真 这个叫什么名字 啊 好 英文的呢 老师可能也没有 可以吗 好 慧婷 陈慧婷是哪一个小朋友的妈妈 来小朋友 陈慧婷 我是黄冠祥 好来你读读看 省有什么东西的 闪电 省电 好好棒哦 来下一个 有一个叫做 好有礼貌太棒了 去往下看 圣诞节 哎呀我最喜欢圣诞节 老师还有圣下 圣下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接下 也是我们的 对啊 好的 来我们今天的四声小帮手 我们来看看 来谁 左边的先来说 左边的是谁呀 好你告诉我你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你怎么做呀 一声是天桥 二声是飞鸡 三声是大力 四声是气 哦我好喜欢点灯泡 哦我好喜欢点灯泡好可爱哦 来右边这个是谁 右边这个是谁 还有谁还没讲 另外一位是谁 四声 四声好四声 四声 四声 你的一声是什么 一 来四声 一声 好可爱 二声呢 大树 很好 三声呢 花 一朵花 四声呢 飞鸡 好 那轻声呢 太阳 好的 谢谢今天的四声 是 好了 小朋友我们听完故事呢 就要准备 准备 好棒棒作业 然后就要下课了啊 好的 要专心听哦 今天的故事是 跌倒了没关系 好 刚刚有几个小朋友呢 有一点害羞 点到他了 跌倒了没关系 对 他 点到他 他害羞了 其实很多事情 对小朋友来说 都是没关系的 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事情 没关系 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请点点头 这个故事呢 叫跌倒了没关系 我们先看看封面 封面呢 这些小朋友 这个两个小朋友 他其实衣服 换 鞋子 耳朵都怪怪的 来 我们看看 为什么一直说 没关系呢 牛奶 打翻了牛奶 哎呀 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打翻了牛奶 地板都弄湿了 哦哦 会不会挨骂呢 没关系 擦干净就好了 可以请小猫 可以请小猫咪来帮忙吃 也可以自己用抹布弄干净 所以没关系 老师可是地板的东西不行吃 猫咪没关系 想走不一样的路 哦哦 大家都往左边 你却往右边 跟别人不一样 没关系 你可能会发现很多新鲜事 你看这一只 跟别人不一样 没关系的 他可能会发现宝藏哦 不知道正确答案 也没关系 这题答案是多少啊 你们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办呢 先关掉 先关掉麦克风 没办法 就忽视了 好的 不知道正确答案 也没关系 多问问题 你会学的更多 小朋友 小朋友先关掉麦克风 好 这点呢 老师就特别把 就把这个流停在这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马上 要到小学去读书 小学读书的时候 你不一定 每一题都会 你不一定 每一个老师问的问题 你都知道答案 也不一定 每一件事情 你都会做 但是 就像这张图说的 不知道正确答案 没关系 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多问问题 你会学的更多 问问题的时候 可不可以凶巴巴的 跟旁边的人说 哎呀 你告诉我啦 快点 可不可以啊 不行的 昨天我们有读过 森林里的 礼貌运动 你如果要问别人问题 你也要学着 当有礼貌的 问问题的小朋友 这样子 大家才会觉得 才会想把 才会想把你 想要告诉他 你正确的答案 好的 故事 这本书呢 很棒 你们可以从图书馆找出来 那我接下来 会让小朋友 把这个剩下的写完 还有哪些时候 我们可以跟自己说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今天就不让小朋友 在课堂发表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开好棒棒作业 然后我们要放学了 那么你可以跟爸爸妈妈 讨论 什么时候 你可以跟自己说 没关系 没关系是一句 很好的话哦 因为有时候 没关系不是代表 我们不要去做了 而是代表 我们让自己停一下 然后认真地想一想 再慢慢地把事情做得更好 好 这个等一下变成回家作业好了 好不好 你把 题目接下来 好了 今天的好棒棒作业 十二个小朋友 欢迎 我们 我们发表完 大概就准备下课了 来 第一个 第一个是谁 你告诉别人 我 好 你说你是谁 是你谁 好 请说 我只要 我只要碰到别人 就会 跟别人说对不起 好的 非常的好 雨晨 你是不是才升大班 对 对 雨晨年龄比 小一新鲜人要小一岁 可是老师觉得 你学得很棒哦 那么你虽然不能 马上进入小学 那以后都看看书 那你可以 学得更好 谢谢老师 非常的有礼貌 来 第二个是香芸 来 你念念看 我是丁香芸 妈妈帮我开车门的时候 我会说谢谢 然后下面那一个 是我画的图片 好 那你顺便念给我们听好了 来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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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老师就再问你了 小 你是用哪一个符号来当 当你的题目呢 非常好 谢谢你 香芸 你每次都很认真的写作业 来下一个 凯许 凯许在吗 在 好 请读 我的嘴壶里面没嘴了 你妈妈帮我倒嘴的时候要说谢谢 你有没有每次都记得说谢谢 有 对不对 就算是妈妈也帮你做你也要说谢谢哦 我也有 好的 下一个木木 我也有 来 下一张 我的木木 我画的是 我换钱跟我睡觉 我会跟他说谢谢 好的 木木 来 各位家长 各位小朋友 注意到啊 木木这一张呢 虽然有一点点错字 可是我很谢谢家长没有马上改正 因为呢 一改小朋友可能以后就不想要写了 那么在刚开始学注音符号的时候 有一些音 A啦 A啦 安啦 安啦 这些一定会弄混的 只要多写 多认 以后就会越来越好 木木 加油咯 好 下一个 来 这个是西璇 西璇每次都有交作业 而且都是很快的 来 西璇在不在呀 好像不在耶 西璇 好 那我们就只好跳过他咯 那下一位 在不在 我在 那你赶快读 拉面拉布开来的时候 我可以说 嗯 拉链拉不开来的时候 我住哪里 当我拉开来的时候 我送你打开 好 你是拉链拉不开 妈妈帮你打开 是衣服的拉链 还是裙子呢 衣服的拉链 哦 很好 非常好 来右边这一位是谁呀 这个是谁 我在 好请说你要先说我是谁 我是花姨姐 好请说 我在家里 我在家里 妹妹 妹妹在 妹妹借我书菜 我会说谢谢 好 一杰这一张写了很久啊 谢谢妈妈陪伴 那其实呢 小朋友一开始写 就是很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表现啊 那一杰继续加油啊 来下一个 这个是谁呀 快来认领哦 我是范鑫 好请念 有人挡住我 那时候我会说请借过 非常好 范鑫老师注意到 你写的时候有格子 你是自己画的 还是妈妈帮你画的 妈妈帮我画的 哦 你写得很棒 都在格子里头 那你以后 一定也是一个写字 很漂亮的小孩 来 这一个是太成 来太成 你嘟嘟看 同学 太成可以读吗 太成 我怎么还是太成 好耶 OK 太成的麦克风关掉了 好的 那太成你可以读吗 把麦克风打开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们下一个咯 左边 轩蓬蓉先读 轩蓉先读 好的 好的 停停停 轩蓉是哪位呀 轩蓉在不在 我来一个宣伞 好 轩蓉你读你的好吗 那这老师一定会常常在美里 来下一个是中恩 爸爸妈妈买完汽车给我 的时候 的时候我会跟爸爸妈妈说谢谢 中恩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哥哥 好 所以那个下一个就是你弟弟是吗 这一个中俊是你弟弟吗 是 你们是双胞胎吗 对 好的 那现在请中俊来念 中俊还画一张图 好 来 哥哥不让我过 哥哥不让我过的时候 我会跟哥哥请谢过 你还有一个对不起 哥哥不让你过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对不起请谢过 你超有礼貌的 好 最后一个 星云 爸爸帮我修理玩具的时候 我会说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先关掉 谢谢今天12个课好棒棒作业的小朋友 以后最多最多就是12个了 家长可以多留一张孩子传作业 好了 好了 我们这一次的课后任务有两个 你可以都做也可以只做一个 第一个就是写出可以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时候 怎么写呢 你先写怎么样的时候没关系 我可以怎么做 没关系不是让我们在那边大哭大闹 而是要想到办法 你不能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没关系 我可以大哭 不行的 要想到聪明而且很有礼貌的解决方法 让人家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小朋友 比如说你到学校可能会可能会吃学童 快乐在一分钟 我们在学校可能会吃到学童午餐 有时候可能有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不想吃的时候 东西吃不完的时候没关系 我可以直接跟老师说 你不可以偷偷丢到垃圾桶 丢到厕所都不可以哦 所以呢你去想一个时候 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作业 那第二个作业就要跟一开始 看小朋友没有注意听 还记得阿喜是谁吗 阿喜做了很多的玩具 通通不用钱 通通是别人不要的东西 他拿来做玩具 老师希望你用同样的创意去想 你可以用什么东西做玩具 请写下来 这个最好有一幅话来说明 不然老师可能会想象不到你要做的是什么 好啦 今天的课呢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大虎又来提醒小朋友了 每次他都要提醒 功课特文读三遍 拼音念三遍 符号写三遍 然后记得交作业 好啦 各位小朋友 我们今天上课就要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朋友请点点头 老师做业是什么 就是这一张吗 作业 作业